上集说到,十万计划正式开始行动,英子带着孔明给的锦囊前往录音室,没想到过程并不顺利,眼前的男人Steve Kido认为英子缺乏自我,让他准备好再来,正当英子沮丧之时,一个人突然出现在他眼前,街头歌手七海,这次的相遇会为英子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? 昨天的街头表演让英子收获很多,想到手上第三个锦囊还没用上,还不知道什么用意,决定先不多想了,英子前去找七海会面,七海带了贝斯,想在英子面前露一手,这是阿沙利A的宣传车开过,英子想到孔明口中的最大对手,问七海对这团体有什么看法,七海沉着脸说自己不是很喜欢,并表示赶紧开始吧, 看着边唱边弹贝斯的七海,英子不禁赞叹,弹得好唱歌也好,这次英子也跟着一起唱,七海愣了一下,继续弹奏,职业水准的两人,在路上一起合唱,吸引很多路人,另一边Kido正和孔明在打游戏,Kido表示这场比是赢定了,孔明认为英子必定能褪变,英子正在俱乐部勤奋练习,和七海一起街头表演后,觉得自己的唱功差太远了,一旁偷看的店长, 念着英子比拧太紧,结果英子的吉他弦真的断了,店长想要上前,孔明却拦住了他,这时太人也来到俱乐部,因为在家一直没灵感就过来了,英子表示也在苦寻自我,太人提议来守六本目乌龙面殿,随着英子的轻唱,太人也跟着伴奏,看着两人配合的样子,店长与孔明相视一笑,虽然不错,但两人总感觉少了点什么, 英子开玩笑的说,这时候大家通常会回归原点吧,太人感觉被一语道破,便跑回高中时期生活的地方,虽然一鼓劲过来,却不知道,接下来该怎么办,这时有两个女高中生,问她是咔背太人吗,确认是本人后,兴奋的想要握手,太人再次确认是指我,两人表示咔背太人,可是他们高中的传奇,本来以为会更严肃一点, 没想到还挺普通的,平常不起眼的男人,玩说唱反而很帅呢,这就是反差吧,太人不禁怀疑自己是不是被黑了,到了熟悉的地方后,没想到看到了左左目,左左目用说唱的方式向太人打招呼,自己还在老家努力着,目前在当YouTuber,虽然观看数很少,太人问,那干嘛还要当,说你别那么认真问我啊, 两人久违的来段即兴说唱,结束后,左左目忘记把刚才那段给拍下来,不然肯定会火啊,他已经听说,太人最近又开始活动了,但是太人认为,现在的状态无法战胜制度嘛,左左目问他,只是为了赢吗,难道不享受那个过程吗,他用说唱的方式,为太人打气,表示会支持太人,你永远是我的骄傲,太人向他道谢,虽然左左目刚唱的,根本没有押韵, 但是两人哄堂大笑,晚上太人又看到,先前那群学生,眼看被包围的学生,被推倒在地,正想上前的太人,想上前制止,结果那人,叫他们别太过分了,小心被警察抓走,快看,寻警来了,路上只有寻警骑过,下个三人赶紧离开,这时少年叫住了他,原来他早就认出来是咔贝太人,哥哥是他的粉丝,他经常在看他的影片,并感谢他上次的搭救, 虽然咔贝太人看起来很弱,但说唱的时候真的很帅,自己都被他带来了勇气,想要努力看看,离去前,请太人继续加油,太人觉得自己肯定被黑了,另一边英子想着,距离十万赞气话不到几天,时间不断流逝,自己却没有进展,失落的叹气,注意到的七海,一看他就有心事,结束后带他来澡堂, 英子想不到七海的爱好,还挺古朴的,七海保证,他会喜欢上这里,仪式还真不错,大池子泡起来特别舒服,说话还有回音,他们这没人唱几个来,忘我唱完的两人,忘言忘去都是听众,七海说,差不多该出去了,英子想要再泡一下,他突然听见孔明的声音,英子,一同攀登高峰吧,他怎么爬都到不了山顶,表示自己不行了, 等待英子的七海想着,时间也过太久了,结果英子已经泡晕了,好在七海把他给带出来了,英子为了答谢他的照顾,想请他吃饭,英子带他来吃蚊子烧,虽然很久没来了,但手艺还是没退步的,以前英子经常跟店长一起来,表示自己在BB俱乐部打工,一边在那唱歌,七海好久没想这样跟人边说笑,边吃饭了,英子问他,没跟朋友一起吗? 七海说,朋友不管关系再好,换了环境也就变了,并问英子怎么会来街头表演,英子为了让某个人对他刮目相看,但是目前都没什么进步,问七海为什么唱功这么好,七海说自己经验比较多,结果英子理解为琴家练习就会唱得更好,七海附和英子说可以叫他唱歌,英子立刻开心地答应了,一旁的七海本想说什么,又欲言又止。 距离截止日也越来越逼近,两人依然每天在街头表演,每次都能吸引很多观众,甚至连英子的粉丝都在场,七海夸赞这次唱得很有英子的风格,英子这下终于能打动那布丁老头了,七海疑惑那是哪位? 英子表示,就是想让他刮目相看的人,最后两人在路上道别,独自一人的七海拿起手机看着上面的名字,随着阿沙里A宣传车一同消失在画面中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